即同Kathy本身從事多媒體創作 兩年前為自己選新的工作室時 想起當年作為設計學生 很難找到舒適的工作環境 就在工廈租了二千呎的空間 創立了好時光 作為自己和共享的工作空間 因為我們都是由零開始去建立 就算好時光或者自己拍攝 都是由零開始 其實這一步很需要人家去幫你 而我們曾經經歷過 所以我們都很明白 其實他沒有地方 我就不給他地方去 好時光開了兩個月 他們就發現客源不穩定 就主動舉辦市集、工作坊等活動 藉此分擔租金 同時推廣本地的藝術文化 但開了兩年到現在 他們坦然從來未回本 甚至經常有虧錢的情況 到底是甚麼 我們在市集熱潮出現之後 我們慢慢發現香港市集界 有一個很奇怪的文化 就是那些人找了一個很大的場 然後他為了回租或者為了賺錢 他就會把那些檔劃到很多 其實是劃房 我們慢慢去到那些市集 就看到一個很嚴重的東西 就是那些檔劃不太Quality 你看到行兩三檔 那些東西是淘寶的東西 再走就看到那些東西又是那些東西 與其是這樣 我們不如用便宜一點 我們沒有說真的 那個地方是不是都搞了 可能基本上計算一天 我們成本是多少錢 可能不知幾千塊 我們這裡放了有多少檔 我們就用這個 要去除分 我不會當是收回這個錢 我就可以讓他們過來放 同時這個舉動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可以選擇 迪同Kathy都表示 好時光舉辦的市集 收到不少人的讚賞 亦都為不同的藝術工作者 帶來機會 令更多人可以認識到他們的作品 但是因為要用更多錢 在製作公司上面 無奈要結束好時光 未來計劃會在其他地方舉辦市集 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去 坦白說 我們開了兩年 很多人都笑我們傻 為何這樣做生意 回顧兩年 導致他們可能賺到錢 那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的心眼我沒有當作一個項目 當作一個項目 那個項目最後可能有赤字 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都 用到我們一些目標 我們至少推動到一些自責 或者有些事情在我們這裏發生過